最近几天天气都非常的好 你看 阳光明媚 照在身上非常舒服 所以我就出来拍个视频 今天我们来开箱一个生命吸管 你看就这么轻一个 100多块钱 这个东西据说是非常厉害 就是说有了它 我们可以在野外任何地方 直接饮用任何水 理论上马桶里面的水 也是可以直接喝的 后面好吵 听到了吗 可以看到吗 照相 录像 录像 录像你 啊 被后面几个保安大爷当成我是钓鱼的了 差点把我赶走了 现在我们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地方开箱 哇 生命吸管 可清除99.9999的细菌 大肠杆菌等 和99.9%的原生动物 整体就是这个样子的 看这头好像就是吸嘴啊 我们这样就可以吸水了 然后这一头 你看是有非常密集的这个过滤网 好的那我现在就直接用这个生命吸管去喝这个湖里面的水 试一下 看一下这个水质 相当的一般了 比较浑浊 哇看一下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悬浮物和一些颗粒 说实话还是有点犹豫的 味道上面好像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 总的来说这个味道跟喝矿泉水差不多啊 完全没有任何异味 我的肚子呢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 但是刚刚那样是直接把水喝到我的肚子里面 我并没有看到这个经过过滤的水是什么样的 我也不知道那些杂质啊悬浮物啊是真的被过滤掉了 还是被我喝到肚子里了 这杯子里面是我刚刚打上来非常浑浊的湖水 我打算呢就是用这个吸管把它吸上来 然后再吐到这个完全干净的被子里面 看看究竟是不是有变化 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个是从我嘴里吐出来的 虽然是经过了我的嘴巴 但是我的嘴巴里面应该是没有那些杂质啊悬浮物之类的吧 这个对比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边可能是混合了一些唾液 所以变得就是有一些浑浊吧 但是跟这边的相比你看整个水的颜色都不一样 不错不错 等到我80岁退休了之后环游世界的时候 他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作为一个粉丝少的可怜的视频博主 我的要求并不高 只要这条视频点赞超过一万 下个视频我就用它来喝马桶里的水